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聊运二十啊 最新的消息啊 然后除了啊 之前跟大家聊过的有六驾去了塞维亚 然后第二天呢又有六驾去了塞维亚 然后的话这个时候啊 外媒没有任何办法了啊 之前是假装看不见啊 我不知道这回事看不见 我也不报道 然后第二天又有六驾到了塞维亚之后 没有办法看不见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因为运二十是穿过了土耳其的领空 保加利亚的领空 土耳其的很多的网友 用手机都能拍到肉眼可见的这个运二十 然后在社交网络上面啊 传播的到处都是 这些西方的媒体啊 这一次啊表现的很诡异啊 原来都是啊 哪有什么事 西方的记者第一时间就去了 结果呢 这次稍微的慢了一点啊 慢了一点 然后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媒体 海外的一些媒体也都报道了出来 运二十去了塞维亚 首先啊 我跟大家讲一讲啊 就海外的媒体 然后这时候怎么样报道这个新闻事件啊 跟大家读一下啊 就是说啊 美联社4月10号在报道中宣称啊 这是解放军在欧洲进行的武力展示 展示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啊 这个还可以啊 美联社还称 然后中国武器会加剧塞维亚和科索沃的紧张局势啊 西方国家担心啊 乌克兰冲突期间 巴尔干地区武器运输可能会威胁到该地区脆弱的和平 我怎么看这个事啊 我怎么看西方的媒体说这些话 我觉得嗯 说的有道理啊 说的有道理 首先啊 他说啊 说这是解放军在欧洲进行军力武力展示 没有错啊 确实是啊 对不对 然后第一天六架冤二十 第二天又来六架冤二十 这确实是武力展示 而且展示到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 你找不着第二个国家能跟中国一样 对不对 美国现在做这种事情连续两天 十二架相当于二十军 运力的这种军用运输机 这样来回的啊 来回的飞 美国现在也很少做 大家就知道 中国在欧洲展示自己的军力 展示自己的武力 确确实实啊 它是个事实 确实是个事实 可是这个事实为什么会发现 大家要关注的点是这个 首先啊 大家也看到了 外媒假装看不见第一天 但是他没有办法第二天假装看不见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这为什么 因为我们展示的太充分了吗 前一天六架 后一天又六架 十二架 对不对 十二架 越上时怎么来回的飞 开开心心的飞 然后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有自己的实力 对不对 在欧洲展示 原来欧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区 那是一个团结的欧洲 对不对 那是一个紧密合作的欧洲 而且是啊 团结的啊 都汇聚在北约的保护网之下的那么一个欧洲嘛 以前谁敢在欧洲搞事情 对不对 谁敢在欧洲搞事情 对不对 老大哥在那里 对不对 然后老大哥站在那里 然后的话都在盯着大家 全世界还有任何一个军事组织能跟北约比吗 尤其是在冷战之后 对不对 强硬的不得了 欧洲人民生活的那时啊 幸福又美满 自由又愉快 对不对啊 那结果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这个运二十可以飞到欧洲呢 原因很简单 北约自己不行了 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北约不行 其实是美国不行 北约你以为它是个联盟组织 其实它是美国说话管用的一个组织啊 美国现在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本国的国家实力往下去掉了一个问题 经济也不行 通货膨胀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加息 对不对 让加息加的也莫名其妙 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的人说要继续加继续加 继续加是可以 但是继续加的后果可能会很难看 但是也有可能成功 但是本质你美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出了问题 根本的事情你不去解决 经济的健康度你不去关心 你只想着出了问题 然后拿外国人的钱 拿欧洲人的钱养活美国人 这个这个啊 按照咱们中国人来说 这不符合中医 对不对 中医是避免生病啊 西医呢 是你生了病赶紧治 对不对 必不避免生病 西医不管 对不对 中医要养 养生 对不对 总而言之 美国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一套逻辑吧 导致啊 自己现在国家实力不行 也不去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 然后呢 你去欧洲又搞事情 大家也都看到了一个现象啊 之前跟大家聊过 就是美国啊 就是欧盟 跟中国很硬话嘛 对不对 我跟中国没有 不能沟通 对不对 我跟中国没办法沟通 欧盟的最最高的外交官啊 出来说的这个话 美国很happy啊 对不对 第二天出现了一堆的新闻 对不对 印度你有问题啊 最新的新闻啊 拜登跟那个莫迪 然后他开始通话了 然后呢 那个海外媒体的新闻 直接写得很清楚 哎呀 警告莫迪啊 你在买俄罗斯能源的问题上 你要小心 对不对 你看拜登多棒啊 欧洲干喊了硬化 然后美国就四处出击 警告这个 警告那个 警告印度 对不对 莫迪你要自己当心啊 警告中国 对不对啊 台湾 然后武统什么 全都往外去扔 对不对 然后只要你啊 你已经在乌克兰啊 俄罗斯这场战争里边 中国已经得到了教训 之前我就跟大家说啊 美国人以为自己赢马了 这种心态 他就是以为自己赢马了 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 又可以了 对不对啊 结果呢 之前跟大家讲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王毅跟法国啊 这个总统马克龙的这个外交顾问啊 然后通了个电话 当时那个外交顾问直接那个话说的真的是十分的中听啊 真的是啊 作为一个中国人觉得十分的中听啊 就把中国的观点又说了一遍 而且还强调了一下我法国需要自主性 对不对 又把习近平 习大大跟风德莱恩的中文峰会上说的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 然后的话当时我就跟大家说这一件事情就证明你美国没有赢马 对不对 美国的赢马赢马的心理心理基础是在哪 之前跟大家说过 美国人始终都认为得欧洲者得天下嘛 对不对 然后俄乌这场战争里面啊 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俄乌这场战争里面 这个整个战场陷入到一片僵局 美国人觉得啊 我支持的乌克兰啊 那么弱小 结果呢 把俄罗斯人给耗住了 这是美国人觉得赢的第一步 后面还有对不对 然后中欧峰会啊 然后风德莱恩 然后跟习近平啊 这个通安化之后 然后的话最高外交官就向中国还硬化了 美国人觉得欧洲人站向我这一边了 欧盟站向我这一边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赢了 印度中国你们都要小心 大家接下来就看到了很多 比如说像什么英国首相约翰逊呢 去基辅啊 见那个泽连斯基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还包含啊 那个德国总理舒尔茨啊 各种被约翰逊啊 两个人见面啊 然后被约翰逊逼 被英国的记者逼着说啊 你要禁止俄罗斯的石油 然后舒尔茨也低头了 大家都看到了连续这样的新闻 然后美国人那个声势啊 一时无两 对不对啊 然后赢麻了 可是问题来了 你美国自己本身的实力往下去掉了 然后一个比如说俄欧战争 比如说欧盟 向中国喊句硬话 美国就觉得啊 不得了了 问题是事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事情的根本是你美国英马了吗 咱们得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对不对 然后美国到底有没有英马 欧洲欧盟是一种分裂的状态 你美国如何英马呢 之前就跟大家说了 欧盟里边 咱们且不说欧洲 咱们就说欧盟里边 支持俄罗斯和支持乌克兰 美国的都有 对不对 大立陶宛 大波波 你看这都是大国 东欧都大国 对不对 支持美国 支持乌克兰 还有匈牙利 还有塞尔维亚 那是支持俄罗斯 对不对 你都能找得着 所以说欧洲这些国家 基本上分裂的状态 法国的大选 对不对 那个民调 你也看得出来 直接莫名其妙 那个民调 来回的差距非常小 大家也能够看到这种现象 那总而言之吧 欧洲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那你美国如何赢呢 大家得知道一件事情 你美国在欧洲 在欧盟搞事情 你结果让欧盟进入到了 一个没有办法做事的状态 大家得知道 欧盟所有的成员国 投票的那个重要性 都是一样的 你不管国家在小 你投了一票反对 整个议案也不会通过 然后这样的一个脆弱的一个组织 稍微一影响 就会影响出问题的一个欧盟 这样的一个组织 你美国因为一场战争 俄乌一场战争 你挑起来吧 然后的话 导致欧盟这个组织 现在大家看着它像什么 摆设 对不对 而且拉后腿 欧盟天天给中国含英话 欧洲议会天天给中国含英话 结果呢 欧洲最大的国家 法国德国天天找中国来合作 对不对啊 这相当于欧洲国家和欧盟 都已经产生分裂了 欧盟自己内部还分裂 欧洲这些国家 自己内部也分裂 整个欧洲都是分裂的状态 你美国的政策 导致欧洲分裂了 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欧洲弱化 不团结的欧洲会弱大 很简单呀 欧洲这些国家 分裂成中等国家 小型国家 一个一个国家 欧洲国家都特别小 那么小的一些国家 不团结在一起 那你说说欧 这些国家真的是 带宰的羔羊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美国导致欧洲弱了 而且你美国自己本身 实力也不行 你美国实力不行了 导致北约的实力往下去掉 这个时候 中国在中欧峰会上 习近平跟冯德莱恩说了 你要有自主性啊 你得你欧盟 得有个自主性的意识啊 你这样才能团结欧洲啊 结果呢 不听嘛 不听嘛 那我中国不就来了吗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啊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欧洲没有自主性了 你欧洲不知道怎么样 才是为自己好 对不对 然后欧洲又陷入到了分裂 然后传统的保护 欧洲的那个保护网 那个美国 那个美约实力 也往下去掉 那好嘛 那中国自然而然就来了 对不对 特别简单 大家得知道 这一次是中国跟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关系 塞尔维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塞尔维亚巴尔干半岛 对不对 巴尔干半岛 然后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欧洲火药桶啊 然后的话 往北往东北一点点 俄罗斯 对不对 然后呢 往南一点点 那就是意大利 往西一点点 那就是传统的西欧了 那这样的一个地区 大家得知道 称为巴尔干半岛 有一个核心的原因 因为这个这块地方战略位置啊 非常非常重要 你刚才跟大家讲了 往北往南往西 都是哪里 对不对啊 战略位置如此重要的一块地区 中国已经进来了 赖不得别人呢 真的是不能赖别人 对不对 然后呢 西方的这些媒体 你们得自己检讨 一说就是解放军 跑到欧洲去展示啊 武力展示 还说什么 然后往巴尔干地区的运送武器 可能会威胁到该地区的脆弱的和平 因为有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这样紧张的局势 是没错 塞尔维亚科索沃很紧张 对不对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局势紧不紧张 你美国 你北约拼命往乌克兰运武器 有没有影响到那个地区脆弱的平衡呢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你美国北约运武器 那就行 我中国跟塞尔维亚做生意 给他送武器都不行 那中国就影响了这个塞尔维亚地区的 这种脆弱的和平 对不对 说实话呀 这个事情啊 你你讲给你自己美国人听 美国人可能会听 对不对 但是你稍微讲给第三地区啊 第三个啊 站在第三者位置上的一些地区国家 你让那地区国家的人来听 都会觉得奇怪 对不对 美国北约拼命的往乌克兰送着武器 大家都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叫标枪 那个叫毒刺 对不对 拼命的拼命的送 然后各种各样的真实 对不对 送的少了 送的不好 还不行 那就是德国 对不对 刚开始送点什么头盔 不行啊 这一通骂呀 对不对啊 你送头盔几个意思啊 你德国舒尔斯 你有了大问题了 大家记不记得 然后结果呢 中国跟塞尔维亚做生意 不行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塞尔维亚 讲到了这个巴尔干地区 讲到了欧洲火药桶 塞尔维亚这个地方 它很特别 大家得知道啊 真的是啊 美国人啊 你自己得检讨 就中国现在有这个机会 进入到欧洲 逐鹿欧洲 然后的话 其实是你美国自己作的呀 就包含刚才跟大家说的那样 就是美国人 你在俄乌这场战争里面的政策 导致欧洲的分裂 然后包含你美国自己的这个国家实力 包含美约都在往下去掉 那中国也有机会 其实美国给的机会还不止这一个 你塞尔维亚你是怎么样对待的 对不对 塞尔维亚地区 传统的对不对 欧洲地区 然后的话传统的算是啊 欧洲的火药桶 对不对啊 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不住住他的和平 你踩一捧一 你踩死了这个南斯拉夫啊 真的是欺负人的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很多回啊 那是我年轻时的记忆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那个时候 那个炸中国的大使馆的南斯拉夫嘛 然后的话莫名其妙 给南斯拉夫扣了一个种族灭绝的帽子 到今天为止了 你也拿不出坐实的证据 说南斯拉夫到底是怎么样 种族灭绝 种族屠杀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一块地方 那就传统的血仇地区啊 宗教不同 种族不同 家族不同 那就是欧洲传统 传统文化 然后仇恨文化 最集中集合的一个地方 结果呢 你说南斯拉夫 种族灭绝 你拿证据 对 拿不出证据 生生的把南斯拉夫分裂成了好几个国家 然后那位米洛舍维奇 到最后被逼死了 逼死在你啊 这个北约的法庭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这就是美国做的事情 欺负人没有那么欺负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然后南斯拉夫人 那个塞尔维亚人 然后在俄乌这场战争打起来之后 那真的是反美先锋啊 对不对啊 大家也都知道一个著名的一个场景 应该是欧联吧 欧联的比赛 对不对 那个南斯拉夫的 那个塞尔维亚 那个红星队啊 然后的话 哎呀 球迷们举那个 打的横幅 把美国人打过的战争 全都给你列出来 包含朝鲜战争 都都算 都算在这里面 你有没有谴责美国呢 对不对啊 根本就不用谴责 谴责什么美国呀 谴责什么北约呀 对不对啊 只要谴责俄罗斯 那就是正义的 美国打了那么多场战争 那张照片非常有 非常有意思 那么多场战争 没有一个 现在那说说 那现在那些 说反战的 说美国人不对啊 这就是问题 对不对 欺负人 欺负成这样了 塞尔维亚不跟你美国人 不跟北约一挑心 它是有原因的 塞尔维亚 这个时候给中国机会 让中国进入到欧洲来 那赖谁 赖塞尔维亚吗 赖中国吗 对不对啊 大家知不知道 最近的一个消息啊 其实这个新闻 我觉得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一个新闻 也是西方媒体 假装看不见的新闻之一啊 什么样的新闻啊 就是说 那个什么 塞尔维亚的客机 然后的话 现在还允许啊 北俄罗斯允许 飞往俄罗斯嘛 然后呢 结果呢 这个北约的战机 就躲在这个 塞尔维亚的客机的 肚皮上 肚皮下面 然后的话 你说啊 在躲雷达吗 这是 躲不了雷达呀 对不对 下面那个雷达 你那个准确度 稍微高一点 也能看得出来 下面是个战斗机 对不对啊 那假如你说俄罗斯啊 发了一个什么山猫举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导弹 防空导弹 喷一下打过去 然后你战斗机跑了 然后那个客机怎么办 对不对 真是要击 击落了塞尔维亚的客机 死那么多人 有人在乎吗 这个事情 是塞尔维亚的总统 武切奇 然后自己说出来的呀 自己出来抗议的一个事情 西方的媒体 他给你报道了吗 他给你说了吗 他给你抨击这个现象了吗 他说北约 你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 然后的话 避免贫民的死亡了吗 没有啊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哎呀 那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啊 就是说 哎我躲在这个客机底下 你俄罗斯不去打 对不对 你只要打的就是你俄罗斯坏 我躲客机底下 那是我为了执行我正义的行动 是这种情况吗 然后的话塞尔维亚这个国家 真的是来来回回被欺负 大家也都记得 那个武器起义之前去美国 被那个谁被川普特朗普揪到美国去 那张照片是真可怜的 就是坐在一个小小椅子呢 然后的话 在白宫的办公室里面 坐在办公室的正中间 旁边都是人 然后前面呢 是一张大桌子 那张大桌子 就是川普的办公桌吗 就这么盯着 那个武器起义这么坐着 就屁股坐个边 你太欺负人了 你知道吗 塞尔维亚再怎么说 他也是欧洲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啊 他也是能够代表欧洲历史的一部分 那你要怎么招 你要让塞尔维亚这个国家 从地球消失是吗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只有这些人全死光了 就跟你美国人当年玩的 对 好的印第安人 那是死的印第安人 必须要这一套才可以吗 对不对 塞尔维亚这些人全消失了 那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人知道吗 你把一个国家逼到头了 你赖不得别人 跟你挣扎一下 对不对 只要别人挣扎 那错的就是他了 那你也天天的 一天照三餐的 这么样欺负 从南斯大拉夫时代开始 对不对 刚才一直跟大家讲 讲到什么俄乌战争里面 讲到了川普 川普时期 对不对 没有一次 你是正眼看得上塞尔维亚的 那你这样欺负 好吗 你给了这样机会吗 对不对 而且你北约确实也不行了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面 然后打俄罗斯去啊 不打 对不对 不打不打 就不打 我不能去打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哎 我要保护我自己的盟国 我不能跟俄罗斯开仗 全世界你都说那么多遍了 其实啊 你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认为啊 这是美国人聪明 不上一兵一族 从中得利 说实话呀 得利咱们先不说啊 不上一兵一族啊 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啊 这个得利啊 这个事情啊 很难 而且呢 说实话 北约的这个形象 美国人那个形象 让全世界人都看在眼里了 就跟当初的阿富汗一样 对不对 阿富汗的撤军 为什么在国际上的新闻媒体上 那么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因为你美国 第一 你不管盟友 第二 你不愿意为阿富汗的那个临时政府 阿富汗那个当时的那个政府 然后的话 付出 对不对 所谓的自己的盟友 你说走就走 对不对 美国就这种形象 为了自己的利益 坚决不为别人做事啊 从阿富汗的撤军 就证明了这样一件事情啊 包括俄乌战争 其实同样道理啊 咱们啊 都是生活在大陆的啊 一些中国人啊 咱们可能没感觉 因为大家很多的朋友都会认为 美国就是这种形象嘛 美国就是坏 那是你那么觉得 全世界还有那么多国家 人家啊 那些媒体 不是跟你看的媒体 不是一路 你知道了吗 大家再看一下那个台湾那个岛 为什么发生了俄乌战争之后 台湾关于什么啊 美国人会不会来保卫台湾的这个民意调查 从六成跌到四成多 跌到五成 从四成多跌到了三成多 是为什么 大家可以想想 这将近掉了一半人 不相信美国会来了 开始怀疑美国人了 美国人自己 实力往下去掉了 他展示给全世界来看了 对不对啊 展示给全世界来看 那塞尔维亚同样也看到了吗 对不对啊 欧洲现在欧盟没有自主性 欧洲全是分裂的状态 对不对欧洲的矛盾啊 没有人啊 能够当个大哥出来安抚了 你说现在法国能当大哥吗 当不了 对不对 你说德国能当大哥吗 当不了 谁当大哥呀 美国当吗 美国只顾自己的利益呀 对不对啊 然后搂钱的是第一位的 欧洲这个地区没有大哥了 那中国这个时候来吧 对不对来吧 你北约也不行了 美国也不行了 法国也不行 德国也不行 那中国来吧 那中国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欧洲啊 大家真的是可以慢慢观察 未来逐路欧洲呢 真的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对不对啊 你美国还行吗 大家还得知道一件事情 美国国家实力不行了 北约不行了 那中国肯定要在欧洲分走一大杯羹啊 大家也都知道 中欧贸易 一带一路 中欧铁路 对不对 这个东西本身中国跟欧洲就慢慢要绑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美你美国又不行了 实力往下去掉 北约也不行了 军事实力也不行 而且你美国北约 生生的把欧洲给搞得分裂了 那中国就直接来了 本身就要准备跟欧洲做生意的 这个时候除了做生意 自己的影响力也能进入到欧洲 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赖谁 美国人这时候还美呢 大家一定得知道 你看一看美国 你看看英国现在还挺美呢 俄罗斯好坏坏 俄罗斯坏透了 对不对 俄罗斯啊什么布查大惨案 对不对 哪个叫布查大惨案 什么又是这个乌克兰东部火车战打袭击了 对不对 什么叫这个天天出去喊去 天天新闻媒体给你做新闻 还觉得自己美了 赢麻了 中国已经来了 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大家真的慢慢观察吧 这个东西赖不得别人啊 赖不得别人 欧洲自己没有自主性 你赖不得别人 美国自己十六万要去掉 还要搞事情 你这不就是给中国机会吗 咱们慢慢看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打新铃铛 谢谢大师看啊 再见 再见